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有限责任公司 那其实呢在实用中有限责任公司也是比较经常的会作为持股平台搭建出来 这个呢是它的第一个用途 那第二个用途往往可能我们会把有限责任公司去作为我们有限合伙企业中的一个普通合伙人 因为呢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 股东呢其实仅仅需要承担一个有限责任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再把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的话 那这时候呢其实对于股东是一个保护 所以说呢实务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持股平台搭建 主要呢就是这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直接呢作为一个持股平台 另外一个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放置到有限合伙企业中去 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 先来看一下它的设立条件 那任何一个商主体的设立条件 我们的都是从有人有钱有文件有名称有地点 这样的五个要素呢来和大家进行学习 我们首先先来看人这个要素 那如果是想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话 我们的股东呢必须符合法定人数 法定人数呢必须是小于等于50个 那等于一个可不可以等于一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全资子公司的一个概念 股东呢就是一个人 那在这块请大家注意一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必须是小于等于50个人 如果比如说命题老师跟你说 我们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它有200个股东 甚至是500个股东 那这时候你要注意它里边是有一定问题的 好那第二呢就是我们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 全体股东认脚的出资额 那在这块呢对于有限责任公司 原则上我们呢其实现在都已经是一个认脚制 所以这块呢大家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第三个呢就是文件 文件的话呢其实指的就是公司章程 那我们的公司章程是全体股东 大家共同来进行制定的 股东呢应该要在公司章程上来签名和盖章 那第四呢就是有公司的名称 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那最后呢就是有公司的一个住宿 好这样的五个要素 我们呢就可以去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那股东出资这一块 它的一个出资形式 这个往往也是命题老师非常喜欢关注的一个点 那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而言 我们可以货币出资 也可以采用食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等等 这些呢只要是你满足 可以用货币来进行估价 并且可以依法转让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非货币财产 都是可以来作家出资的 但是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那有哪些是不得容易出资的形式 这个呢应该说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到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持股平台的搭建 应该说呢它的设考可能性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重点的来盯防一下 那我们说股东 它是不得以劳务 信用 自然人姓名 商与特许精英权 或者是设定担保的财产 来作家出资的 那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 也就是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而言 我们也是不能够以劳务来进行出资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抽逃出资的问题 也就是公司成立之后 股东呢肯定是不得抽逃出资的 那有哪些情形 会被我们认定为是抽逃出资 那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呢 制作虚假的财务会计报表 虚增利润来进行分配 第二呢 是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 将出资转出 第三呢就是利用关联交易 将出资转出 第四呢是一个兜底条款 其他未经法定程序 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那这些呢都要被界定为是抽逃出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如果股东 我现在有欠缴出资 或者是抽逃出资的一个行为 那这时候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可能会对您的股东权利 来进行一个合理的限制 那有哪些方面的股东权利 会被进行一个合理的限制 主要呢是三个 我们管它叫做新胜利 那这个新指的是新股优先认购权 这个胜指的是胜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那这个利呢指的是利润分配请求权 我们主要是就这一项方面的一个股东权利 来进行一个合理的限制 这个呢是股东 如果说您有欠缴出资 或者抽逃出资行为之后 面临的第一个法律后果 那第二个呢就是 如果您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掏 那这时候有可能会把您开除 也就是解除您的股东资格 那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咱们想把这个股东给开除了 也就是解除他的资格 那这块大前提真的是他一定 一分钱都没有出 也就是没有履行出资义务 或者是抽逃了全部的出资 那如果多多少少出了一点钱 如果多多少少出了一点钱 我们只能是对股东权利来进行合理的限制 这时候呢是不能去解除股东资格的 这个大前提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那首先大前提是一分钱没掏 那是不是只要一分钱没掏 我就可以一言不合 直接来解除股东资格 这块呢是不可以的 我们呢还必须走一个催告的前置性程序 那这个催告的程序是一个必做的 也就是必须要催告 如果说呢在合理的期限之内 我们的股东仍然没有去缴纳 或者是返还出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以股东会决议 来解除这个股东的股东资格 所以说呢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紧盯两点 首先第一 公司有没有严格的履行这个催告的程序 如果未经催告直接解除 这个呢是程序违法 第二个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能够去解除一个股东资格的决议机构 那这块只能是一个股东会 所以说是股东会来决议 解除这个股东的股东资格 如果明天老师跟你说 董事会就把这个事情决议了 那这个决议机构的级别是不够的 那请大家呢注意这两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公司设立中的一个民事责任的问题 那首先呢 第一个民事责任 我们先来看合同责任 那这个合同责任呢 我们要盯准说究竟是以谁的名义 去对外签订的合同 如果说这时候发起人他比较老实 他送自己的名义去对外签订合同 那这时候呢 合同相对人 我具有一个选择权 我可以呢要求这个发起人 来承担合同责任 因为毕竟合同是你和我签的 你用自己的名义签的 我当然可以要求你来承担合同责任 或者呢 我们的相对人 也可以在公司成立之后 请求公司来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 但是呢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合同的相对人 您呢 这时候只能是二选一 你不能够要求发起人和公司 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这里边只能是一个选择的关系 请大家呢注意一下这点 好那另外一个层次就是 我们这个发起人呢 他比较聪明 那这时候他直接是 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 来对外签订的合同 好那既然是 设立中公司的名义来签的 那这时候公司成立之后 相对人可不可以要求公司 来承担合同责任 你注意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这块呢 只有一个例外 例外呢 就是说如果公司成立之后 我有证据证明 说发起人呢 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才和相对人签的合同 那这时候呢 公司可以据此 来拒绝承担合同责任 好那在这里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除外 但是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除外里边 它又有一个除外 也就是除外之除外 换句话说呢 如果说相对人为善意 那既然是双重否定 那双重否定 其实呢 是比较肯定的意思 换句话说 如果咱们的相对人 为善意的话 那这时候 即便说公司 掌握了确切的证据 你能够证明 说发起人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来签的合同 那这时候公司 要不要承担合同责任 注意要承担 所以说这里边 是双重否定 比较肯定的意思 请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公司因故 未能设立的债务 如果说公司 因故未能设立 那这时候呢 对于公司设立行为中 所产生的费用 和一些债务 这时候呢 我们的债权人 可以要求全体 或者是部分的发起人 对此呢 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对外 承担了连带责任之后 对内如何来进行 一个责任的二次分配呢 那首先第一 我们呢 要按照约定的 责任分担比例 来进行分担 那如果说 没有约定责任分担比例 这个时候呢 就按照约定的出资比例 来进行分担 那如果说 咱们连出资比例 都没有约定 那这时候呢 只能是按照 均等的份额 来进行分担了 那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接下来 如果说是 由于部分发起人的 一个过错 导致公司 没有能够成立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求他 按照自己的一个过错 来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公司设立中的一个 侵权责任的问题 那如果说发起人 因为呢 履行公司设立职责 给他人造成了一个损害 那在这时候呢 我们分成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层次是说 后来公司顺利的成立了 那这时候呢 侵权的一个赔偿责任 是由成立后的公司 来进行承担的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 如果公司没有能够成立 那这时候呢 受害人 我可以请求全体发起人 对我们这个侵权责任 来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 好 那这时候公司也好 没有过错的发起人也好 对外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 我们呢 是可以对内呢 向有过错的发起人 来进行追偿的 好 那这块谈到的 就是一个侵权责任的问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 民意股东 和实际出资人的问题 首先第一呢 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的 实际出资人 如果和民意股东 去订立一个合同 我们约定呢 由实际出资人去出资 并且实际的享有投资收益 而以民意出资人 为民意股东 那这时候 我们所签订的 这个代持股协议 它的一个合同效率呢 原则上 我们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法律规定的 一些无效的情形 人民法院一般 会认定这个合同 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这个代持股协议本身 它其实呢 是有效的 好 那第二 就是呢 投资权益的一个归属问题 那在这里边 实际出资人 以自己实际履行的 出资义务为由 向民意股东 去主张权利的话 那人民法院呢 应以支持 因此呢 实际上 我们的投资权益 原则上 应该是归属于 实际出资人的 那如果说民意股东 以自己呢 股东名册记载 公司登记机关 登记为由 去否认 实际出资人权利 那人民法院呢 是不予支持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隐名股东 显明化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时候 实际出资人 想呢 把民意股东 取而代之 想浮出水面 这时候呢 必须要经过公司 其他股东 半数以上的同意 如果说呢 未经公司 其他股东 半数以上同意 我们就贸贸然的 请求公司 去变更股东 签发出资证明书 记载于股东名册 记载于公司章程 并且去办理 公司登记机关 登记的话 那人民法院呢 是不予支持的 那请大家呢 特别去注意一下 这个点 那在这块 提醒大家 去精准的记忆一下 如果说是 隐名股东 显明化 我们的要求是 其他股东 半数以上的同意 那如果说呢 是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 对外去转让股权的话 我们这块呢 它的要求是 其他股东 过半数同意 好 一个是大于等于 二分之一 一个呢 是大于二分之一 这点呢 请大家注意 去区分一下 好 另外我和大家 去谈一下 如果说咱们的公司 它涉及到了 说名义股东 和实际出资人 这块呢 有可能 你从IPO的 那个发行条件来看 这有可能会造成 公司的一个股权的 全数不清晰 甚至是呢 存在着重大的 一个全数纠纷 有可能会对你IPO呢 造成一个 法定障碍的影响 那请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个名义股东 和实际出资人的问题 好 接下来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关于股东权利的事项 我们首先呢 先来看一下 股东知情权 首先来看一下 股东的一个 查阅范围 那这块呢 我是给大家去对比了一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那在这里呢 有几个地方 需要大家注意 首先就是股东 我能够去查阅的 这个文件名录的名称 那如果是股东会 股东大会 我们叫做会议记录 那如果是董事会和监事会 我们叫做会议决议 这点呢 请大家首先注意 盯防一下 那第二呢 就是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对于绝大多数的 公司的文件 我们是既能够查阅 又能够复制的 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往往呢 我们是只能查阅 而不可以进行复制 而对于公司的会计账簿 那请大家注意一下 只有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我们呢 享有这个查阅的权利 而且你是不能复制的 只能查阅 但是呢 对于股份公司的一个股东 我们呢 是连查阅的权利都没有 这点呢 请大家特别去精准的记忆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股东知情权受到损害时 我们呢 其实是可以去起诉的 也就是如果股东呢 我们依照公司法 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的起诉 请求去查阅 或者复制 公司特定文件材料 那这时候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予以受理 换句话说呢 股东其实是 享有一个诉权的 但是呢 原则上 我们要求呢 起诉的时候 您必须具有一个 公司的股东的身份 那在这里如果说呢 起诉的时候不具有 原则上 人民法院会 驳回起诉 但是这里边 有一个除外 就是如果说原告呢 有初步的证据证明 我们在持股期间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那这时候 我们依法 请求去查阅 或者复制 自己持股期间 公司特定文件材料 这个呢 是一个除外的情形 好 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我们如果去要求 查阅公司的一个 会计账簿 那我们前面谈到了 会计账簿 这个东西非常特殊 它是只能有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来请求查阅的 那这时候 请求查阅的时候 必须呢 向公司提出一个 书面的请求 来说明目的 那这时候 如果公司认为 说我们股东 查阅会计账簿 是具有一个 不正当目的的话 我们呢 是可以拒绝 提供查阅的 但是既然股东呢 是向公司 提出了非常正式的 书面请求 因此呢 公司也是应该 自提出书面 请求之日期的 15日内书面答复 好 如果说呢 我们公司拒绝 提供查阅 那这时候股东呢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来要求公司 提供查阅 也就是说这个点 我们也可以去 进行一个起诉 好 那这块 我们的争议焦点 可能就在于说 如何去认定股东 是不是有一个 不正当目的 那在这块呢 主要是包括了 3加1种情形 那这个3加1呢 这个3主要指的是 首先第一 我们股东可能会有一个 吃里爬外的一个行为 也就是说会有一些 敬业的现象出现 也就是股东自营 或者呢 为他人敬业 与公司主营业务 有实质性竞争关系的 一个业务 但是呢 我们公司章程 利用规定 或者全体股东 利用约定除外 这个呢 就是由于敬业 所导致的一个 关于不正当目的的认定 好 那第二个呢 和第三个 就是关于通风报信 一个是说本次 我们股东呢 是为了向他人通报 有关的信息 来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 可能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 那这个为了通风报信 肯定是属于不正当目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最近三年之内 我们有过这种 通风报信的行为 这块呢 通通可以被界定为 是一个不正当目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记忆为 吃里爬外 通风报信 和过去三年之内 有过这种通风报信行为 好 那最后的这个一呢 它其实指的是一个 兜底条款 也就是其他情形 这个呢 关于不正当目的的 一个认定 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另外 如果说公司章程 或者是股东之间的协议 我们呢 对于股东的一个查阅权 我们进行了一个 实质性的剥夺 我们实质性的剥夺了 股东查阅 或者是复制 公司文件材料的权利 公司呢 以此为由 来拒绝股东查阅 或者复制 那人民法院呢 是不予支持的 所以说这里边呢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点 这个点如果说 放在咱们综合阶段 比如明天老师跟你说 我们又有几个股东 可能现在就起草了一个 公司章程的一个草案 然后呢 让咱们去判断一下 这里边是不是合规 如果说他某一个条款说 我们呢 对于这个股东 来进行一个查阅权 比如说查阅 或者是复制 特定的文件材料的权利 我呢 对他进行了一个实质性的剥夺 那在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这种条款 其实本身呢 是不合法 不合规的 请大家呢 特别注意一下 这种条款 在我们综合阶段 会怎样来呈现和考察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异议股东 回购请求权的问题 那这个点呢 其实之前 我们再给大家讲到 重大资产重组 那个单元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过了 很多上市公司 如果说呢 咱们去做这种吸收合并 那你不管是正向的吸并 还是反向的吸并 往往可能就会涉及到 这个异议股东 回购请求权的问题 那这个异议股东 回购请求权呢 我们两类不同的公司的股东 它其实呢 享有的情形 是不太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逐一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首先第一类呢 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如果咱们是对股东会 我们的该项决议 投反对票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请求公司 按照合理的价格 收购自己的 手里边的股权 那这个呢 主要是包括了 这么几种情形 首先第一个是双五 也就是公司呢 连续五年盈利 符合公司法规定的 利润分配条件 但是呢 我连续五年 不向股东来分配利润 这就是所谓的双五 好第二个呢 就是合并分立 转让主要财产 但是在这里边呢 并没有购买 你注意 只有转让主要财产 并没有购买 好第三种情形呢 就是说散不散 也就是公司章程 我们规定了 营业期限借满 或者是公司章程 规定了其他的解散室友 现在已经出现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股东会会议 决定了通过修改公司 章程的方式 付地抽薪 使得公司呢 能够继续存续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说散不散 那对于这三种情形之下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如果说呢 你在股东会 投票的时候 投了反对票 我们是可以请求公司呢 按照合理的价格 来收购自己手里边的股权 那在这里边 我们呢 是自股东会会议 决议通过这日期的 60日内 我们呢 可以和公司来商谈 要求公司来进行一个 股权收购 如果说呢 60日内能够达成一个 股权收购协议 这个自然是最好 如果说60日内都达不成 那这个时候呢 股东可以自 股东会会议 决议通过这日期的 90日之内 向人民法院呢 来提起一个诉讼 那请大家呢 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这块呢 我们谈到的是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好 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那这块呢 它的情形非常的单一 也就是股东 因为股东大会 做出的关于公司合并 和分立的一个决议 持异议 我们呢 才可以要求公司 来收购自己手里边的股份 也就是对于股份公司的 股东而言 我意义 回购一个请求权的情形 非常的狭窄 只有关于公司的合并 和分立 那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那另外呢 这块我们法条也说的很清楚 说要持异议 那其实呢 潜台词就是说 首先第一 我们这个股东 您必须要出席这个股东大会 第二 您要投一个反对票 那不能说你投一赞成票 结果呢 在会后 你要求公司 以合理的价格 收购你手里边的股份 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块 首先第一 您必须出席会议 第二呢 必须要投反对票 好 接下来呢 第三 给大家呢 要介绍一下利润分配请求权 但是这个利润分配请求权呢 我是放到我们的专题四 也就是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那个专题 来给大家呢 进行介绍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个权利 就是呢 新股优先认购权 那在公司新增资本的时候 如果咱们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我们呢 是有权按照实角的出资比例 来进行一个认购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新股优先认购权 但是如果说呢 全体股东 我们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去分起红利 或者是不按照出资比例 优先认购出资的除外 所以说呢 在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对于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我们法律上默认的 大家呢 是按照实角的出资比例 来优先认购 那在这里 如果命题老师 比如偷换概念 跟你说按照认角的出资比例 那你注意这个点呢 其实是不对的 必须是实角的一个出资比例 但是呢 另外你也稍微去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除外 我们可以通过呢 全体股东约定的形式 说不按照我们实角的一个出资比例 来进行一个优先认购 那如果说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些约定的话 那其实这个约定本身 它其实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它是合法有效的 虽然说这个点呢 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如果说我们今年 考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持股平台搭建 那这些内容 往往呢 它都可以给你写到 公司章程 或者是呢 全体股东的一个协议当中去 大家呢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点 如果说在综合阶段考察的话 它有可能呢 会考察的比较细腻一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股权转让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在2019年的时候 有一个没有披露出来的 一个批次的试卷 据考生呢 回来回忆 说好像是考到了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这个股权转让的问题 所以这块呢 大家还是要重点的来进行盯访 好 那在这块呢 首先 我们来明确一个最大的前提条件 就是如果公司章程中 对于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 我们从其规定 所以如果说将来命题老师 他呢 又在给你起草一个公司章程 在里边呢 关于这个股权转让 有一些呢 和我们现行的公司法规定 有不一致的地方 那这种规定 其实本身都是有效的 也就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 我们呢 从其规定 大家呢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综合阶段 特别是去年 他特别呢 喜欢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命题 所以大家呢 稍微注意一下 他命题的这个思维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股权转让的问题 股权转让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对内转让 那这个对内转让 其实呢 并没有造成公司 现有股权的一个外流 并没有引一个新人进来 换句话说 他其实并没有破坏掉 有限责任公司 现在人和的一个属性 因为对于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而言 他其实呢 是半人和 半资和的一个属性 他和我们普通合伙企业 纯粹人和的属性 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呢 也有类似的地方 这块呢 由于我们是对内转让 没有破坏掉人和的属性 因此呢 我们法律的规定就是 可以 也就是股东之间 我们可以去转让全部 或者是部分的一个股权 那在这块 我需不需要 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 注意 不需要 那我需不需要通知一下 其他股东 注意 也不需要 我们这块就是可以 好 那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点 好 接下来呢 重点 其实呢 还是要放在对外转让这块 好 那在对外转让的时候 首先呢 由于我们招了一个外人进来 所以这块呢 涉嫌破坏掉了公司人和的一个属性 因此 我们在对外转让的时候 它其实呢 就有一个前置性的审批条件了 那这个审批的条件 或者说审批的程序 是说呢 必须要经过其他股东 过半数的一个同意 那在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块指的是 其他股东 过半数 也就是大约二分之一 那在这里 究竟是数人头 还是数表决权 由于这块 它涉嫌的是关于 人和属性的一个破坏 那因此呢 它其实体现的 是有限责任公司 人和属性的一面 好 如果谈到人和属性的一面 我应不应该看你手里边的股权的多少 能不能看你的出资额 这块都是不能看的 因为那个呢 更多的是资和属性的一面 既然是体现人和属性的一面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数人头 一定是其他股东 数人头 过半数的同意 好 那在这里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具体的操作层面 我们应该如何 来征求这个同意呢 首先 我们这个转让方 也就是转让的这个股东 应该呢 就自己股权转让的事项 以书面 或者是其他 能够去确认收息的合理方式 去通知一下其他股东 咱们呢 来征求别人的同意 那如果其他的股东 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满30日 我们都没有进行答复 那这时候呢 我们是视为同意转让 因为这时候 立法者更多的 还是为了鼓励交易 让这个股权 尽可能的流转起来 所以如果你满30天 没有答复 我们视为是同意转让 如果说这个时候呢 其他股东 半数以上 不同意转让 好像看起来 我们这个事情 好像转不了了 因为如果我转让呢 是需要其他股东 过半数同意 那换句话说 如果说其他股东 半数以上不同意 那就是不是意味着说 我好像没有办法 去解锁这个条件了 那这时候 是不是真的 就不能转让了呢 哎 这个时候 还是真的峰回路转 也就如果说 其他股东 半数以上 不同意转让的 这时候呢 我们也充分地尊重 转让股东 想要去转让股权的 这个意愿 这时候不同意的股东 你呢 就应该去购买 这部分转让的股权 那如果说你不购买 这时候呢 我们就视为同意转让 那你总不能说 你又不去购买 你又不同意别人转让 这块呢 好事不可能两边都站着 所以说这块不同意的 应该购买 如果说不购买 我们呢 就视为同意转让 好 这个呢 就是股东 如果说我想对外 去转让手里边的股权 我必须呢 经过什么样的一个 潜质性的一个决议的程序 这个时候呢 才可以去对外转让 好 那在这里边 经过股东 同意转让的一个股权 那在同等条件下呢 我们其他股东 是享有一个优先购买权的 好 那在这个里边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优先购买权 它强调的一定是 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人民法院在去判断 这个同等条件的时候 其实呢 除了说这个价格因素之外 可能呢 还要考虑转让股权的一个数量 我们的支付方式 以及呢支付的期限等等 各方面的要素 来综合判定 是不是属于同等条件下 好 另外如果说呢 是两个以上的股东 我都想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这时候呢 首先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 我们呢 就按照转让时 各自的一个出资比例 来行使优先购买权 好 这点呢 其实就是关于 我们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 其实呢 原则上 其他的股东 是享有这个优先购买权的 好 那在这里面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这时候 其他的股东 我要想正常的去行使 这个优先购买权 它其实必须仰仗于什么 它必须仰仗于 我们这个转让的股东 要把所谓的同等条件 你要告知一下 其他股东 那这个其他的股东 有了这个知情权 也就是我先首先知情 我要知晓所谓的同等条件 那这时候呢 我才能够去决定 说我到底要不要行使 优先购买权 所以这里边 我们其他股东 优先购买权的一个行使基础 其实就在于知情权 那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说呢 如果在西安 我们已经征得了 我们其他股东 过半数的同意 也就是经过股东同意 去转让的股权 那在这时候 如果说我们其他的股东 主张 这个转让方 应该呢 以其书面 或者是其他 能够确认 收息的合理方式 去通知一下 我们转让股权 所谓的这个同等条件的话 那人民法院呢 是应当于支持的 因为如果说 我压根 连这个所谓的同等条件 都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 根本就谈不上 所谓的一个 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呢 必须要要求 这个转让的股东 你呢 可能首先第一 就是呢 先征求别人呢 关于你转让股权的 这个同意 好 征得同意之后 你可能呢 就会找一些 潜在的受让方 潜在的一些买主 来进行商谈 但是呢 在商谈好之后 最后成交的 一刹那一钱 你必须呢 把这个所谓的 同等条件 你要再通知一下 其他的股东 看看其他股东 要不要来行使 这个优先购买权 好 那这块呢 如果说 咱们进行了一个通知 那这时候就要看 我们其他股东 他究竟有什么样的 一个时间段 来考虑 要不要行使这个 优先购买权 那这个行使的期间呢 其实就比较有讲究了 如果说这个行使期间过短 那其实呢 对于其他股东而言 可能就不是特别公平 因为你让我在短时间内 去做一个决定 说要不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可能我没有充分的 一个思考的时间 但是如果说 我们行使的这个期间 给它规定的特别长 那其实对于转让方 可能又不是特别公平 有可能你这时间拖的太久 人家潜在的这个受让方 就等不及了 所以说这里边呢 这个优先购买权的 一个行使期间 你太短或者是太长 都是不合适的 那究竟应该是多久呢 那在这块我们是有 适用上的一个顺序 首先第一顺位呢 是说我们呢 在接到通知以后 要在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行使期间之内 来提出自己的购买请求 好也就是首先第一顺位 其实我们适用的是 公司章程的规定 那如果说公司章程 没有规定 或者规定不明确呢 这时候就以通知中 确定的期间为准 那如果说通知中 我们确定的时间 短于30天 又或者呢 在通知中 也没有去明确这个 行使期间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行使期间 是30天 好那在这里呢 我问大家一个 简单的小问题 如果说这个时候 咱们呢 在公司章程中规定 说我优先购买权的 行使期间 是20天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真真正正 留给其他股东 去考虑 要不要行使 优先购买权的期间 究竟是20天呢 还是30天 这块大家仔细的想一想 好给出答案之后 我来揭晓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就是20天 好的 有些同学说 不是说这个 如果你短于30天 我要自动的 给你顺延到30天吗 你注意一下 别人的法条 说的很清楚 首先第一顺位 我们看的是 公司章程的规定 那如果公司章程有规定 就按照公司章程来 人家有没有说 公司章程短于30天呢 我给你自动延长到30天 没有 这块就是按照 公司章程规定来 所以说如果公司章程 规定是20天 这块它行使的期间 就是20天 他说的是 如果公司章程 没有规定 规定不明 我们呢 以通知载明的期间为主 但是如果说 你通知中载明的时间 小于30天的话 我呢 会给你自动的 顺延到30天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法条的一个 净准把握 所以说如果呢 今年我们命题老师 在有限责任公司这块 去考察相认的题目 比如说我们在公司章程里规定 说呢 我们去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 其他股东 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 比如说我规定成15天 或者是20天 问你这个东西合不合法 注意合法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请大家呢 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它呢 在试用上 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的 好那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想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时候 我们首先 征得了其他股东 过半数的同意 然后呢 又通知 结果在通知了以后呢 这时候就会有一个 其他股东跳出来 说这时候 我想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这时候 对于我们这个转让方而言 是不是就是说 由于我们现在 有一个股东跳出来 说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对于这个转让方而言 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把自己手里边这个股权 转让给我心仪的一个受让人 因此对我来讲 这是不是等于 半路杀出来一个成要金 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我看到我手里边的这个股权 不能转让给我心仪的一个受让人 有一个其他的股东跳出来 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忍不允许这个转让方 撒泼打滚耍赖皮 什么意思 说现在跳出来一个股东 想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吧 好那如果你想买 大爷我不卖了 可不可以 这个转让方 我可不可以出而反而放弃转让 那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原则上我们是允许他耍赖皮的 也就是我们允许他呢 去放弃转让 好那在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法条 他说呢 对于经过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 在同等条件之下 转让的股东呢 以外的其他股东 如果说主张优先购买 原则上呢 人民法院是要予以支持的 但是呢 转让股东根据规定 放弃转让的除外 那换句话说 如果说我们这个转让的股东 我放弃转让 那这时候人民法院 对于其他股东的一个优先购买权 我们是不支持的 那言外之意呢 其实咱们就是允许 这个转让方 我能撒泼打滚耍赖皮 也就是我反悔 我放弃转让 好那在这里边 我们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转让股东 如果说呢 你在其他的股东 主张优先购买之后 现在呢 又不同意去转让股权 那这时候呢 对于其他股东 所主张的优先购买权 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但是呢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或者是全体股东 另有约定除外 换句话说呢 我们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的规定 或者是全体股东的一个约定 说禁止你这种耍赖皮的行为出现 否则的话呢 一般来讲 我们是允许这个转让方去耍赖皮 但是如果说呢 我们的转让股东 以耍赖皮 给其他的股东 造成了一些损失 那这时候呢 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呢 关于我们其他股东 优先购买权的一个保护的问题 他谈到的是说 如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向股东以外的人去转让股权 但是呢 我没有就股权转让事项 去征求我们其他股东的一个意见 或者说呢 是以欺诈 恶意穿通等手段 我们呢 故意损害了 其他股东的一个优先购买权 好呢 这时候 我们如何呢 来对于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 进行一个救济 那首先总的原则是 我们其实要充分的保护 这个其他股东手里边的 优先购买权 所以说 如果咱们损害了 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话 那这时候 如果说其他股东 现在 我就是主张 要按照同等条件 来购买这部分 转让股权 那人民法院呢 是要依法应以支持的 所以说呢 换句话说 如果说我们其他的股东 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这个股权要卖给谁 就要卖给这些 行使了优先购买权的 其他股东 这块呢 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在这里 你注意一下 我们的提出 按照同等条件优先购买 你的这个提出呢 必须是要尽快的 也就是你这个优先购买权 你有权利 也要尽快行使 也就是这里边的 除外情形 他说的就是 如果呢 是其他股东 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我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同等条件之日起 我30日内 没有进行主张 因为大家想 如果说呢 我们对你进行了一个通知 是不是说呢 除非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以外 否则原则上 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时间是多久 是不是就是30天 所以这块 如果说呢 你优先购买权被损害了 但是呢 我们能够确定 你是什么时候 来知道 我们这个优先购买权 行使的同等条件 但是呢 你从知道同等条件之日起 你在30天内 都没有提出去主张 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这个时候 你不能够再提出 说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了 好 那另外一种情形呢 就是 我们可能确实没有办法 去判断 您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这个优先购买权的 一个同等条件 那在这时候呢 我们给了一个 一刀切的时间 就是呢 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 如果说您超过一年 您才提出 那这时候 人民法院也会不予支持 否则的话呢 一般原则性来讲 我们还是充分去保护 其他股东的 这个优先购买权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这时候 我们前面谈到的是说 这个优先购买权 被损害的股东 我可以主张啥 我可以主张的 就是大大方方的 去行使优先购买权 来购买这部分 转让的股权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法律上呢 我们不能损人不利己 什么叫做损人不利己 你只是想破坏 转让股东 和受让方的这个交易 但是呢 其实你自己 并不是真的 想要去购买 这部分股权 这就是所谓的 损人不利己 也就是上述规定的 其他股东 如果说咱们仅仅提出 关于呢 股权转让合同 以及呢 股权变动的效力 等请求 比如说你要求 去确认 这个股权转让的 合同无效 或者说呢 要求人民法院确认 这个股权变动 行为无效等等 但是你并没有 同时来主张 按照同等条件 优先购买 转让股权 那就意味着 你是不是损人不利己 你只是想把别人的 这个交易 给他破坏掉 但是呢 你并没有真的 想要去购买这部分 转让股权 那这种行为 能不能得逞 肯定是不可以的 那因此呢 人民法院 是不予支持的 但是呢 这里又有一个除外 这里边的除外 它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其他股东 非因自身原因 导致呢 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 请求损害赔偿的除外 那我们前面 是不是说 这个股东 如果说呢 你没有在这两个 时间限制之内 提出自己 这个优先购买权的主张 那这时候呢 超过了这个期限 你就没有办法 去主张 行使优先购买权了 但如果说呢 你这种没有办法 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原因 是非因自身原因 导致你没有及时提出 那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样 你既然说 不能提出 优先购买权了 但是呢 你可以请求一个 损害赔偿 这个就是唯一的一种 说我可能没有办法 行使优先购买权 但是呢 我能够去请求一个 损害赔偿 这个是一个除外的情形 否则呢 一般来讲 你呢 要不就是大大方方的 要求去行使 这个优先购买权 否则 如果你仅仅想损人不利己 这个时候是不可以的 好 那在这里 如果说呢 我们这个股东 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就意味着 股东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股权受让人 有可能就是因为 股东 我们去行使 优先购买权 而没有能够去实现 自己的合同目的 那在这时候呢 你只能去请求 这个转让的股东 来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好 这块呢 谈到的是 关于呢 我们这个其他股东 优先购买权 如果说被损害之后 我们呢 如何来进行 救济的一个问题 那这块呢 既然说我们之前 曾经有一些批次的 历年真题 涉及到过 关于这个股权的 一个转让 以及优先购买权的 相关内容 我希望呢 大家下来之后 把这块内容 还是呢 认真的 重点的来进行一下 盯法 好 那我们前面谈到的 其实是关于股权的 一个对内转让 和对外转让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关于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的事 这个呢 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一个设考可能性 会稍微低一点 也就是如果人民法院 依照法律的一个规定 我们呢 对股东手里边的股权 进行一个 强制执行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要通知公司 以及呢 全体的股东 好 那在这个时候 其他股东呢 在同等条件下 我们仍然呢 享有一个优先购买权 但是呢 这个优先购买权的 行驶期间 只是呢 从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 20天 如果说在20天之内 你不去行驶的 我们就视为 你放弃了 有限购买权 这个呢 是人民法院的 强制执行程序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继承的问题 那在这里原则上 我们的这个 自然人股东死亡之后 他的合法继承人 是可以呢 继承相应的一个 股东资格 但是呢 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除外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说 通过公司章程的 一个规定 说排除 我们这个合法继承人 对于股东资格的 一个继承 那这种规定有没有效 你注意这种规定 是有效的 所以说呢 这个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除外 请大家呢 稍微注意盯防一下 好 另外呢 大家再来注意一下 就是呢 在我们这个继承人 去继承这个 股东资格的时候 我们呢 在继承这件事情上 它原则上呢 也是排除掉 优先购买权的 一个适用的 也就是 有限责任公司的 自然人股东 如果因为继承 发生变化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说 其他的股东呢 主张依据公司法的规定 来行使优先购买权 那人民法院呢 其实原则上 是不予支持的 但是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 或者是全体股东 另有约定除外 那换句话说 我可不可以通过 公司章程的规定 或者全体股东 约定的方式实现 说当这个发生继承的时候 我们其他的股东 也享有一个 优先购买权 注意可以 所以说这里边呢 它都是原则上 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原则上排除适用 优先购买权 它都有一个原则上 因为这里边呢 它其实是有一些 除外情形的 那关于这个除外的情形 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个呢 谈到的是 关于继承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 关于公司的一个变更 那首先呢 先来看一下 关于公司的一个合并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公司法意义上的 公司合并 其实呢 只有新收合并 和新设合并 两种 那这块呢 之前给大家讲到 重大资产重组那个单元 我们主要说的就是这个 吸收合并的问题 好那在这里 所谓的吸收合并呢 其实就是A加B 还等于A 也就是A呢 去吸并了B 这就是所谓的吸收合并 那新设合并指的就是 A加B 等于呢 C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新设合并的概念 那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 好那这块 我和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大家在会计上 学到的那个所谓 控股合并 那块不属于公司法 意义上的一个合并 我们公司法意义上的 公司合并 一定是说呢 我们被吸收的 这个公司要解散 那如果说是 新设合并的话 是我们合并各方 都要解散的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就是公司法意义上的 公司合并 只有这两种 一个是吸收合并 一个是新设合并 好另外呢 就是我们呢 要通知和公告债权人 我们自做出 合并决议之日起的 10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呢 30日内 在报纸上进行公告 好那这块呢 债权人是接到 通知之日起的30日 然后没有接到通知的 自公告之日起的 45日之内 我们呢 可以要求公司 来清偿债务 或者是提供 相应的一个担保 这个呢 就是债权人的 一个保护的问题 那如果说今年 我们密提老师 在重大资产重组这块 他用力过猛 他呢 就非要去考一个 比如说正向西病 或者说是反向西病的题目 那这块关于呢 通知公告 债权人 关于债权人保护 包括我们前面给大家谈到的 意义股东 回购请求权的内容 那这些呢 很有可能就招呼进来了 所以这块呢 请大家重点的 来进行提访 好最后 看一下法律后果 当公司合并的时候 我们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 应该呢 是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 或者是新设的公司 来进行成绩 好这个呢 谈到的就是关于合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分立 那分立的话呢 也是自做出决议之日起的 十日之内通知 三十日内呢 来进行公告 那在这里边 我们债权人的一个保护 就是分立前的一个债务 由分立后的公司呢 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好这个呢 我们认为 对于这个债权人的保护 已经是非常充分了 但是呢 这里边有个除外 就是如果说呢 公司在分立前 与债权人 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 另有约定的除外 好那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在分立之前 就和债权人已经说好 说对于呢 债权人的这部分债务的清偿 可能呢 由分立后的两个公司 每个公司承担多少的一个份额 也就换句话说 我们承担一个按份责任 但是这块呢 我们分立后的公司 承担按份责任的 大前提 一定是说 你要和债权人 达成一个一致意见 换句话说呢 一定要债权人 对你们承担按份责任 这件事情 是要予以认可的 他要在这个协议上 签字画押 那如果说 仅仅是我们分立后的 两个公司 我们内部 达成了一个 按份责任的一个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本身 你并没有给债权人说过 换句话说呢 没有在债权人这挂上过号 我们债权人 没有签字予以认可 那这时候呢 其实对外 我们仍然需要承担的是 一个连带责任 那你们的那个 按份责任的一个协议 只能是约束你们内部的 所以说这里边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呢 你想承担一个按份责任 这块必须要债权人 在这个协议上 签字画押才可以 否则的话呢 我们默认的 就是呢 需要有分立后的公司 对债权人 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这个是关于债权人的 一个保护的问题 好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减资的问题 减资这块呢 也是自决议 做出这日起的 10日之内 去通知 30日内来进行公告 那债权人的保护 也是自 收到通知书 这日起的30日内 我们呢 没有收到通知的 自公告这日起 45日之内 我们呢 可以要求公司 提前去清偿债务 或者是提供 相应的一个担保 这个呢 就是减资情况下 对于呢 债权人的一个 保护的问题 谢谢大家